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在自己家里面下棋 大家都不需要注意这个礼节 可是以后会变成一种世界的禁忌 甚至一种教育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特别注意这个礼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电脑的画面 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展现礼节呢 第一个就是要敬礼了 对不对 下围棋一开始的时候 双方的对手在还没开始下棋之前 或者是下完棋之后都一定要敬礼 那么一般的小朋友都不注意这个 一上来就说我们下一盘 然后做了就下 那这样子是不好的 那甚至于有的小朋友还更糟糕 下完那输还打起来了 是不是 不但不注意礼节呢 反而失去了礼节 这样就不对了 好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两个小朋友呢就怎么样 就是标准的这个敬礼的知识 敬礼的时候不是说头随便点一下 眼睛看着外边 这个表示尊重对手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的眼睛呢 要看着对方 这样明白吗 就像老师现在上课 如果老师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看你要看着老师 或者是你去上学的时候 在路上碰到老师 说老师好 这时候你眼睛要看哪里呢 要看老师 你不能说看着旁边的妈妈 说老师好 这样子的话就 这样子的话呢 反而是没礼貌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下棋的第一个礼节 就是敬礼 敬礼 好 那现在大家小朋友来 对着老师敬礼会不会 好 敬礼 对 眼睛要看老师再一次 好吧 有的时候小朋友没点头 敬礼 怎么不会点头呢 你怎么不会点头 好 这最基本的一定要会 好 大家看 眼睛要看着对方 才是真正的有礼貌 如果眼睛看着旁边 你敬礼 反而这个就失礼了 那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有所谓上位跟下位 我们上次教过了 对 什么叫上位 棋力高的还是棋力低的 还记不记得 棋力高的叫做上手 棋力低的呢 叫做下手 那上手坐的位置 就称作上位 反过来 棋力比较低的人的下手 坐的位置称作下位 这个我们一般呢 比较不注重 但是这个是 如果说将来各位 如果要进入职业骑士的话 这个就一定要注重 尤其是像日本 这个是日本的骑道 像日本的这个职业骑士 举例来说 如果你得了冠军 你就变上手 那么如果有人要跟你挑战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挑战者是下手 所以他必须提早来到这个赛场 坐在这个赛场等 等这个上手来 这是一种基本的理解 好 我们先看电脑的画面 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那么这个小朋友呢 坐在黑棋的位置 黑棋因为是先下 所以他是下手 对不对 先下的人 我们说他起力比较低 那么坐在这个位置之后呢 他就要等待 等待这个上手的来临 那甚至于呢 如果比较礼貌 更周到一点呢 就会带一块这个布 把这个棋盘呢 稍微擦一擦 把棋盘稍微整理整理 这个是一种基本的理解 然后呢 下棋之后呢 总有输的时候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输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输的时候 也有特别的这个礼节 输的时候我们通常 这个 就是说我输了 我认输了 举个弓 当然也可以 可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 会碰到外国人 对不对 比如说日本棋手 跟韩国棋手 两个人 一个不会讲韩文 一个不会讲日文 那怎么办 怎么样说我输了呢 你说你输了 他也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下棋就不用讲话 那怎么样才能够表示 我输了 这个意思 手是怎么说 手举起来投降 我输了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好 我们看电脑画面 输的时候 认输的时候呢 应该把棋子呢 放两颗子 在棋盘的边边 那当然有人是 抓一把棋子放在中间 抓一把的话 会把棋盘整个打乱了 不太好看 所以说呢 我们尽量保持 这个棋盘的原来的形状 我们就抓两个棋子 放在棋盘的角落 代表认输 那为什么放两颗就是认输 大家知道不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对不对 下围棋是每次只能下一颗 对不对 如果你一次下两颗 怎么样 输了 犯规了 对不对 你不认输 裁判也会判你输了 是不是 所以说只要同时下两颗 就是输的意思 不管是认输也好 还是判输也好 就是输了 那我们认输的时候 同时下两颗呢 把它两颗子连在一块 放在棋盘边边 表示输了 那同时呢 也是要鞠躬的 输了不是输了 那输了 那对方鞠躬我就跑了 不是 输了以后呢 还是这样 双方要鞠躬 表示一种礼节 另外呢 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呢 输了就算了吗 输了就气死了 把棋盘一翻跑了 行不行 不行 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检讨 我们说下棋 懂得自我检讨 对不对 能够自省 自我反省 所以说下棋 往往我们需要复盘 什么叫复盘 大家知道不知道 当然现在初学 我们可能做不到复盘 可是将来 如果你棋力变高的时候 那你输棋的时候呢 就要虚心的检讨 看我到底之前 哪一步下错了 这个时候叫做复盘 但是复盘呢 你必须要问对手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跟我复个盘 这个是一种礼貌 所以大家看电脑画面 所以左边那个小朋友输了 他就跟对手复盘 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这个地方是哪里下错了 好 等到复盘复完了以后 棋子都下完了 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 再见 拜拜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啊 那还差一个什么动作 好 插了镜里 镜里已经进过了 那就拍屁股走了吗 还差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叫做怎么样 叫做把棋具怎么样 复原 把棋具复原 棋盘棋子原来怎么放 怎么收 棋盘上的棋子 你得怎么样 给它收回来 收回来 所以你看 这个小朋友把棋子收回来 这是最基本的动作 像我们一般的小朋友 都犯了这个毛病 下棋的时候好高兴 下棋了 就把棋子打开了 下 下完了呢 下完了就散了 然后棋子上 这个桌子上都是棋子 地上也是棋子 谁来给你收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坏习惯 我们下棋的时候 基本的礼节一定要学会 下完棋就一定要收棋 原来棋子怎么放的 一定要收回原来的样子 好 那么下棋的时候 有一些是不可以做的事 我们称作禁忌 禁忌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不允许的 大家看这个电脑的画面 比如说下棋的时候 有人一边下 就一边讲话 说你赶紧下这里 赶紧下这里 危险了 救命了 这里危险了 赶紧下 这样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们说观棋不语 在旁边看棋的人 有的时候比下棋的人还紧张 担心了 替他担心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下棋的 假设你要看别人下棋的时候 你必须把嘴闭着 自己下棋的时候 不能讲 不能讲话 我要吃你了 不能讲 第二个的话 不能随便嘻嘻哈哈吵闹 对不对 有的人下棋边高兴 边唱歌了 对不对 一边下棋边唱歌 高三千哈哈 下一步 这样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下棋不可以 边唱歌边下棋 虽然你唱歌唱得很好听 那你下完棋再去唱 下棋的时候不可以唱 然后另外呢 如果有人去 在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跑去参观 我们可不可以穿 我昨天买一个 那个溜冰鞋很棒 我就用溜的进去行不行 然后呢 我很会打篮球 我带个篮球进去打 你边下棋 我边打 我边打篮球边看 这样行不行 这样也不行 还有呢 现在就是我们很多地方 都已经是开始有这个规定 就是不可以吸烟 是不是 在公共的场合呢 最好不要吸烟 因为吸烟呢 因为有的人吸烟 有的人不吸烟 那如果我不吸烟 你吸烟的话呢 你这边下棋 边就吸口烟 然后对着我一边 碰到我脸上 这样行不行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以前参加这个 生诞比赛 就对手就这样 对手吓一下 然后就吸烟 想好就 我就对着我脸上一吹 哎呀 我就被吹晕了 所以说这个 就是不好的 再来呢 下棋呢 要衣服要整棋 你像老师上课 是穿西装打领带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穿个 那个汉衫 还打个补丁 就出来下棋 对不对 穿个拖鞋 光着脚板 就来下棋 这都不行的 然后再来就是呢 在一般的这个正式的 大的重要的场合 最好呢 这个还没有读书的小朋友 小 比如说幼儿园呢 或者更小的 抱在怀里的小朋友 最好不要懒 因为小朋友 有时候一下洒尿了 对不对 一下哇哇大哭了 这样就会打扰到别人 那还有一个就是啊 我们在看棋的时候 必须要保持距离 很多小朋友下棋的时候 看棋越看越紧张 越看越紧张 结果就整个人 都压到棋盘上去了 下棋的人反而不能下了 这都是不可以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电脑画面 下棋的时候呢 我们的姿势呢 叫做端坐 端坐 大家看 这个姿势 坐的姿势 跟你们现在就差很多了 你们都没有端坐 什么叫端坐呢 大家看 你看这个老师画一直线 什么意思 你看看 这什么意思啊 坐直了 要坐直了 坐直了就叫端坐 坐直了 不可以东倒西歪 东倒西歪的话呢 就叫做不雅 不雅观 还有呢 我们下棋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怎么样 好大家看 这个小朋友犯了什么错误 他一边跟人下棋 一边看漫画 行不行 哎呦 这个漫画好看 下棋的时候要专心一致 不可以边下棋 边看漫画 看书 好 那这个小朋友犯了什么毛病 这个呢 叫做炒豆子 对不对 他一边下棋 一边手放在那个旗罐里面 呱啦呱啦呱啦 炒的这个旗子 一直嘎嘎响 这样行不行 不行 那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犯了什么错误呢 他就是看棋 看着着急了 对不对 他比下棋还着急 越靠越近了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看棋的时候 距离人家一公尺 不可以压在人家棋盘上 像这个小朋友也是一样 都没有保持距离 所以这些就是他们平常 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现在教大家呢 就一定要注意这个礼节 因为这些都是基本的礼节 那老师告诉你以后呢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到了这个比赛的地方 或者是看人家下棋啊 人家就觉得 哎呦这个小朋友很乖啊 他虽然看棋呢 保持应该有的距离 这表示你懂得礼貌 哎呦下棋啊 一定会输的嘛 下棋总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输 对不对 那我们输的时候怎么办 本来下棋很开开心 哎呦我来下棋了 然后 我们看电脑画面啊 这个小你别笑 你看这个小朋友 这脸好不好看 歪一个嘴 嘟个嘟个嘴 鼻子翘起来 这样好不好看 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下棋是有的小朋友就这样 下棋笑到后来呢 不肯认输 输了以后就 眼泪一直掉下来 就是不认输 这最主要他不了解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真正有棋力的人 是有风度的人才会认输 棋力越低 越没有风度的人 就不肯认输 下棋就对 就像他这样 嘟着嘴 然后不认输 死不认输 好妈妈说 怎么了下来没有 没有 我还下呢 我还下呢 死不认输 整蛮棋都被吃光头 剃光头了 还不认输呢 所以下棋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输了就要认输 认输才能代表你的风度好 代表你棋力高 因为只有棋力高的人 知道说我下不赢了 就应该认输 只有棋力高的人 才明白说 这个棋我下得不好 所以输了 我应该自我检讨 这是很重要的 不可以找理由 有的人小朋友 最糟糕就是 输了就开始怪东怪西 你看妈妈 都是你在旁边看我 害我输了 你的眼睛太糟糕了 应该别长眼睛 是吧 苏其就怪妈妈长眼睛 这样行不行 这样是不对的 苏其怪东怪西 刚开始小朋友容易犯这个毛病 可是下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会知道 下棋其实苏其 都是自己的原因 不是别人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教大家一个 很重要的 叫做猜子 因为下棋的时候 我们说黑鲜白厚 对不对 那么一开始下棋的时候 可能大家棋地都差不多 或者甚至于不知道棋地 那这个时候 到底应该谁下黑棋 谁下白棋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猜子 这个程序 好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猜子 猜子其实就是猜 看谁来拿黑棋 谁来拿白棋 大家看这个电脑画面 现在这个猜子的时候 我们坐在上位的小朋友 应该先抓一把棋子 抓一把棋子以后 手不要打开 也不要抓得太满 有的人抓了一大把 就抓这么大一步 就抓到刚刚好 你的手比较小 就抓少一点 你的手比较大 就抓稍微多一点 抓到刚好可以握住 然后放在这个棋盘的中间 接下来呢 就让对手来猜 猜什么呢 猜几颗子吗 不是 猜几颗子 当然猜不到 是不是 猜18颗 猜5颗 这样猜不到 猜什么 猜单数跟双数 大家知道 什么叫单数跟双数 真的 单数是什么 2680 单数是2680 对了 单数是13579 双数才是24680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猜单数 怎么办呢 我就拿一颗 知道吗 你也不用拿三颗 五颗 七颗 一颗 三颗 五颗 七颗 都拿出来 不是 你只要拿一颗就好 代表单数 那如果你要猜双数的话呢 你就拿两颗 好 像棋盘上这个 电脑画面上这个小朋友 他拿了几颗子 几颗子 一颗 他拿两颗 你们眼睛看不清楚 他拿两颗 这时候代表他猜什么 猜双数 猜双数 他猜了以后呢 这个小朋友的手就要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以后呢 每两个子两个子 把它排好 排整齐 大家看 手打开以后 两个子两个子 把它排整齐 然后呢 如果说剩下一颗子 代表猜对 还猜错 猜错了 如果没有剩 刚刚好 两颗两颗排满了 代表猜对了 这样懂吗 好 那如果猜完了以后呢 怎么办呢 这个有两种办法 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个 现在 现在的这个 中国 日本 韩国的规则是规定说 猜中的人就先下 如果没猜中的话 就对方先下 可是硬式规则呢 把这个改良了 为什么 因为硬式规则 它的这个贴点比较大 所以说它规定呢 猜中的人可以选择 这个比较文明 对不对 你猜中以后 你喜欢黑 你就下黑 你喜欢白 你就下白 所以猜中的人来选择 所以猜中的人来选择 那如果说我们坐的这个位置 刚好不对 比如说我本来是黑棋 我现在想下白棋 应该怎么办 那就要 习惯要交换 而不是站起来换位置 站起来换位置太麻烦了 所以就交换习惯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画面 那么交换习惯的时候呢 怎么交换呢 并不是把习惯 就给你 这太难 好 大家两个手 你看到没有 两个手辅导习惯 轻轻地给它怎么样 换过去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没有 所以任何一个动作呢 都要注意礼节 那么猜子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正式开始对局了 那么大家看这个电脑画面 对局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教过大家 应该下在第一个折 要下在哪一个角 下在黑棋的哪一个角 右上角 讲一遍 右上角 下在哪里 右上角 对了 第一只要下在右上角 这是基本的礼节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两个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 好 一组 我们来练习一下拆子 好不好 好 现在来 我们先暂停一下吧 我们把这个椅子 搬一搬 来 两个两个小朋友坐 好 小朋友 现在呢 老师他就示范一下 这个拆子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就省略这个敬礼 现在老师举例来讲 老师跟这个小朋友练习 如果老师开始比赛之前呢 老师就抓一把子 那么这个抓一把子 不要抓太一把 就差不多这个手可以抓到 有的小朋友 抓到一抓的满满的掉出来 这不好 那抓得太少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只抓一颗 也不行 就抓得刚刚好 抓得刚刚好的时候呢 可以抓住手里 然后就放在这个棋盘的中间 这时候呢 就由他 由你来拆 你要是拆单数 你就放一颗 拆双数呢 就放两颗 那这个棋子 一定要放好好的 不要都动一颗 这样子 老师就不知道 你到底是一颗还是两颗 你两颗的话呢 一定要并排在一块 这时候呢 他拆两颗的时候 老师就把手打开 然后把两个子 两个子呢 给他放平 这时候 如果老师全部放满 刚刚好 代表他怎么样 猜对了 这时候他猜对了 不是赢了 猜对了不等于赢了 不要高兴 猜对了 他就可以选择 他要黑棋还是白棋 那老师就问 请问你要下哪一个 白棋 你要下白棋 好 那如果他要下白棋呢 老师就把这棋盘 棋子收回来 你也收回来 然后按照刚才办法 应该怎么办 两个手从旁边换过去 很好 然后呢 再开始怎么样 开始下棋 这样会不会 好 那我们现在小朋友 现场小朋友都试试看 拆子 好不好 你们现在来开始拆子 不用鞠躬 就先拆子 手不要抓太满 不要忘记 好 坐下来 你看他们拆 你的脊要放开 黑棋要把纸放开 黑棋不要 这样不对 黑棋只能抓一颗或两颗 然后另外一个手放膝盖 其实做好 手要放膝盖 你的手要放膝盖 要做 要端坐 不要忘记端坐 端坐是什么坐 不是两个手 不是两个手 是一个手 要记住 下棋只有一个手 对 如果拆错了 要换旗罐 要怎么换 来 收回去 然后换旗罐 怎么换 两个手 不是一个手 你看 重来 重来 两个手 换旗子要怎么换 对了 好 好 那我们这个拆子 就练习到这边 会不会了 大家了解了吗 好 了解了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电脑画边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齐力的认定 什么是齐力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呢 一开始下棋的时候呢 好 我们会给你一个 一个棋数 比如说我们初学的小朋友呢 我们就说你是三十棋 三十棋 好 然后呢 慢慢的往上升 好 然后呢 从三十棋开始呢 你如果进步了 就变二十九棋 二十八棋 一直往上升 好 那 如果说你 你还不知道自己多少棋 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棋力呢 那有几个办法 第一个 就是和已经知道齐力的对手来对局 好 大家看这个电脑画边 如果说呢 比如说 有一个人 比如说你家隔壁邻居 你知道他是十八棋 或者是十五棋 那你就跟他下 如果说你跟他下以后 发现 下了十盘棋 他赢五盘 你赢五盘 差不多 表示怎么样 他是十五棋 你就是十五棋 他是十八棋 你就是十八棋 这样懂吗 如果 十五棋一下以后呢 发现每次我都输 那怎么办 那就表示你比十五棋要低了 那就开始增加了 比如说 一开始呢 两个人 他一次你黑 一次他黑 再来就变成 他让你先下 再来 如果你还是输 就是他让你两个子下 如果你再输 就让三个子下 就越让越多 那每让一个子 就减一几 这样你明白吗 好 第二种办法是什么呢 第二种办法呢 就是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呢 一般来讲呢 各个省市 县市 地方呢 都有办一些比赛 这些比赛呢 也可以鉴定出来 大家的棋力 叫做棋力鉴定赛 那最后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你家也没 附近也没邻居 然后呢 附近也没有这个危机组织 那我还是很喜欢下棋 我想知道我是棋力 到底多少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办法 比较简单的 就是呢 买一些书 有一些棋力鉴定的书 说这个题目 有100题 如果你答对了80题 是什么棋力 如果答对了60题 是什么棋力 这种是棋力鉴定的书 那或者呢 还有一种软件 电脑的软件也可以 你跟这个电脑软件来下 电脑软件有一定的棋力 那你跟它下来后呢 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棋力 所以你知道了棋力之后呢 如果你是在那个 这个围棋团体里面学棋的 或者是比赛的 通常它会发给你一个证书 大家看这个证书 这是一张即位证书 当然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即位证书 它上面会写的 某某小朋友 什么时候参加比赛 然后呢 得到这个证书 棋力是多少 好 接下来 那你就讲 老师那我后来进步了 我可不可以伸段 好 可以的 什么是伸段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棋力的 从最低的棋力 从30级开始往上伸 然后每一次呢 就伸一级 伸到是2928 然后最强的棋力呢 就是一级了 但是呢 我们一般来讲 比较普通的讲法就是说 一到三级是甲组 四到六级是仪组 七到九级是丙组 然后最后 如果你一级了以后呢 你又参加比赛又赢了 就可以伸段 那这个段呢 不是叫做一段 而是叫做出段 出段 段呢 就是代表一种 这个旗道的门键 门槛 如果你伸了段了 就表示说 你进入了这个旗道的门槛 可以了解这个围棋的深奥的部分 因为围棋是很难的东西了 一般如果是级位 如果甚至是你是二十级三十级 你不太容易了解 围棋到底它的好处在哪里 那我们十级 到初学到十级 好像是上幼稚园 到了九级呢 就到了中学了 到了六级就是到高中 到了这个三级一级啊 是当了专科 如果你得了段位的话呢 就上大学了 如果你得了职业骑士啊 就是当了博士 硕士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就是职业骑士啊 他们在这个下棋的一个画面 这些呢都是等于是博士 等于是围棋界的博士 在研究的啊 好 那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得到段位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段位证书啊 那像这一张就是这个杨老师的 这个韩国棋院 颁给杨老师的段位证书 好 那我们中国呢 也有中国的段位证书 这个是中国发的 这个中国维系协会发的 一个段位证书 所以你们要努力啊 持续不断地去努力 将来呢 把这个升到段位呢 作为一个自己的最基本的目标 那么除了那个段位证书 还有这个段位卡 上面可以贴照片 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就要带这个照片 才能参加比赛 si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